父母亲的牙齿不好,恐怕也会遗传,影响到小孩的牙齿健康 台中县有一个五岁的小女童,她二十颗的乳牙里面已经蛀掉了十六颗,几乎就是一口烂牙了 医生在诊断之后发现,她得了猛暴性取齿 原来是蛀牙菌经过了父母的唾液就传染给小孩,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 五岁小孩应该要有二十公斤,但是这个小女孩严重发育不良,体重只有十二公斤 原来她二十颗乳牙就蛀掉了十六颗,得了猛暴性取齿 它是很快的速度造成牙齿的脱钙,所以你其实领导上不仔细看,父母也看不出来,她都已经蛀牙 其实在牙医师检查之后才会发现,她其实是很多的蛀动 仔细看小女孩的牙齿几乎全都蛀光 有的甚至还出现绿色浓泡 医生说感染源有可能来自父母,而严重的还会发生蜂窝性组织炎 其实蛀牙是会传染的,父母的口中就有这样子的蛀牙菌 那么父母的蛀牙力有比较高的状况之下呢 事实上她会常常经由饮食,还有经由父母的喂食 这样的状况之下,就不经意的传染给小朋友 家乡小孩一旦出现大量蛀牙的情况,一定要赶快就医 否则生长发育,横牙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